恐怖子有一句话叫何而不同 毛泽东对我们今天的价值 他不是因为他跟别人相同 而是因为他跟别人极丹的不同 对中国人来说 有一个争取精神独立的问题 那么要争取精神独立 一个很首要的任务 是要清取西方工业化以来 两百年在社会学术 整个艺术形态的精神污染 那么清取这个精神污染的 最重要的价值 要有实践做支撑 那么这个实践呢 最主要的从整个前人类来看 最主要的还只有两分 一个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 在革命时代 后来是在工业化 初期时代做出的社会制度实践 那么在这个实践上面 我们知道进入工业化以后 最强有力的制度和精神 之具是西方的工业化探索 那么在这个探索中间 是资本级二 主导着资本级的过程 然后雇佣工人 转移越来越多的地域 动燃越来越多的那种自然资源 在这种过程中 它实现了新技术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改变了整个社会 那么苏联 布尔布斯文革命以后 它否定了资本家的主导 引入了工友制度 创造了计划经济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叫做它对西方的整个 近代化过程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否定 那么这个否定之后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 根据那个 根据地实践的经验 它进行第二次否定 那么这一次否定 否定的是 有官僚 有少数的专业人士 有少数的精英 主导大众 主导整个经济 主导社会生活 毛泽东他彼身 如果说有什么特色的话 他是不依不饶地 始终地 把那个纯重的参与 对管理的参与 对技术的参与过程 贯彻到始终 那么这样 使我们今天有可能重温 就是说最古老的人们 最久软的那种 黄金时代的那种记忆 就是说每个人都参与 他们的生活 主导他们的生活 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那种 主导自己和独立 那么这需要 所有人的努力 所有人的共同进步 那么在这个进步道路上 毛泽东做取的贡献 是最主要创造性的 无论是在根据地时代 还是毛泽东那个时代 我对毛泽东的理解 就提供这么多 谢谢